台东女中升学成绩表现亮眼 五人录取台大 三人上榜一科 其中原本擅长写作的林思纯 她因为好朋友 为肇育症所苦 她没有能力帮她感到很遗憾 因此她立志要成为助人者 她就弃笔穷医 录取了台大职能治疗学系 期盼未来可以帮助失能者 回归社会 台东女中升学成绩表现亮眼 五人录取台大 三人上榜一科 而其中写作拔尖的林思纯 因为智友为肇育症所苦 却无能为力而遗憾 立志成为助人者 录取台大职能治疗学系 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 然后她 她是我国小到国中最好的朋友 然后她 她就有一点完美主义 她国小毕业的时候 得县长奖毕业 然后 但是她上国中之后 可能因为课意压力太大 她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然后她 后来就 有一点忧郁的症状 然后我原本想说 可以陪她度过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海阔天空 结果她 却告诉我她确诊了造语症 然后开始吃药 然后也会因为吃药的关系 开始发胖 所以她就变得有点抗拒失效率 最后她就休息了 都不愿意再见 然后我们现在断练 所以 所以 有时候想起她 我就会觉得 很举伤害不足 然后我知道这世界上 都像她一样 在努力挣扎的人 所以我希望可以帮助她 林思诚从小热爱写作 不但国中会考作文 入选大考中心六级分范本 国中学册秦义文也获得22.5高分 排名全国前0.12% 父母一直以为她会选甜中文系 当个国文老师 蛮吃惊的 他们本来觉得我可能会去走 什么国文老师 因为我以前就是很喜欢写作文 然后我国中的 国中升高中的会考作文 又被大考中心选成六篇 诶 十篇六级分的范本集 被选范本 然后高中的学册的秦义文 我也有拿到22.5分 今年的话是全国的前0.12% 然后就是因为作文的成绩很好 然后我也很喜欢写作文 所以他们觉得我选诗能这样 很跳脱 林思诚最后表示自己善于观察 以及解剖情绪 成为职能治疗师 能够帮助失能者回归社会 也希望未来能够结合写作兴趣 与工作经历撰写出书 记得陈安如台东市报道 麻留 下期再见